Hello 大家好 我是Hudd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拍我的東京購物開箱 超級多東西 沒想過自己買到這麼多東西 大部份東西在Kuromi的走路袋裡面 還有這裡還有一點 真的超多 其實我是想先說三副鞋物和蠟雜物 之後再說美容物 因為在袋裡面的衣服 其實塞住了 我是很難抽到其他東西出來 所以我想先說三副鞋物 然後再慢慢和你們拆這些藥妝 因為我是未拆開的一包包 我要慢慢再拆 看看這條影片會不會很長 如果很長的話 我就會把化妝品放在下一部分 還有我今天一定要完成這條影片 因為我很多東西想用 想穿 有些穿過的衣服也想洗 但一直未拍這條影片 我就免得攪拌 整個東西砸了 對 好 那我找到什麼就說什麼 本身這次去其實是沒有想買這麼多東西的 因為以往 早幾年疫情之前 我去東京都好像 好像不是很多東西買 但是 由於這個日圓實在太便宜了 5點幾差不多 對5 變了很多東西都會 所以我買了很多衣服之類 首先這裡我找了一件出來 這件是一件X girl的T 它是一個裸淚 紅色的女人 穿著底褲和對襪 然後抱著寶寶 不是寶寶 寶寶 這件我覺得普普通通 但劉先生說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 價錢呢 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的價錢 但我也說了 退了稅就5500日圓 即是200幾300日圓 超便宜 所以就 隨便買了 跟著X girl我買了一頂冷毛 這個是5000日圓 超便宜 這頂毛是這樣 很大的波波 它還有黑白灰色的 但我覺得黑白灰色有點太悶了 雖然我不是特別喜歡藍色 但我覺得這個藍色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藍色 給你們看一下 好可愛 這件衣服很適合我 忽然之間我不喜歡藍色 但我今天變了很藍色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旁邊的 先戴上邊 過頭很溫暖 之後X girl我還有買這套物 價錢是1800日圓 超便宜 我一定會穿到 所以我就買多一套 這個也是挺厚的 那些襪子 有點像Nike 那些襪子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穿開 還有一件事想說 就是 人們在我上載了一條影片 就問我那條影片塗什麼唇膏 你知道我的影片 不是剪完即時出 我有時隔了幾個星期 我已經忘記了自己塗什麼唇膏 所以這次就告訴大家 我現在用的是 Kate的怪獸唇膏5號色 因為 我的嘴唇是瘀了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上面還有少許瘀 嘴唇也瘀了 前幾天被Babylou 一本書拿下來弄到這裡瘀了 所以我現在要塗一些深色的唇膏 遮住它 接著說到Babylou 我也買了很多BB衣服 這套是Babygap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有一個sip up 加一條sweat pants 好可愛 另外有一個顏色是白色底 然後也是啡色唇唇 還有一個是灰色底 然後是白色唇唇 白色唇唇 白色那套我買了給我朋友的女兒 那Babylou就會穿這個 啡色唇唇 這個是5,590 yen 對,590 yen 300元左右 好漂亮 然後這個就是 劉先生選的 也是Babygap 他說這個顏色很漂亮 隨便又買給Babylou 然後這個也是Babylou Babygap的一個sip up外套 這個很基本的款式 還有這個平色比單色更漂亮 這個我打算買給他在學校穿的 因為學校就叫我們放下一個外套在這裡 等他冷的時候可以幫他穿 這個我可以放在學校 然後還有什麼衣服呢 這個也是gap的 他那些BB襪子 因為他的腳大了很多 所以以前的襪子就不適合 買了兩套 一套是beige 一套是灰色 這個我忘了是哪間店 Ultimation 他的牌子 是跟劉沙一齊走他的東西的時候 我看到有BB衣服 還要是這些print 半隻鬼 半隻骷髏骨 他一定很喜歡 但是他的尺寸就好像是110 這個比較大件 可能他現在穿是超鬆的 那夏年還可以穿到 因為現在其實他天氣都冷 都未必會穿到 那留一點 這件是我的了 這件是在Films買的 但是黑咪咪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它是怎樣 它是一件好像Kimono的外套 但是長身一點的 這個袖子有少少Lase邊的 少少輕微 它有很多不同的布拼折而成 而那些布是全部不同的 pattern 底部有少少Lase 現在這樣看不是看得很清楚 因為那天它掛在rack上 我也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本來我是在看這件的白色 但是白色那件就 真的很Lase 就變了好像有少少Lase 那我就兩件都拿進Fitting那裡試 最後就選了黑色 其實是一個薄的外套 可以做Layering的東西 這件我忘記了多少錢 退了歲就16800日圓 這個牌子是 Arteria Maitorito 不太試我Style的衣服 但我覺得蠻好的 用來襯衣服 然後這個也是Beams買的 其實我走幾間Beams 看見它都沒有想買 最後想買的時候 它沒有尺寸 不過樓山走去其他東西的時候 又在另一個店裡見到 就幫我買了 它是一件cardigan 好漂亮啊 超秋天 日本真的超多這些衣服 我不知道是今年流行 還是因為天氣真的很冷 無論是正式 有Pattern 有樓 沒有樓 有帽 有帽 超級很多 有少少見到 都買不到的感覺 因為香港實在太熱了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穿這些衣服 而且其實穿了這些衣服 都可以不用穿衣服 因為冬天我真的覺得不夠冷 那它這個牌子是Needles 我買的尺寸是細碼 因為是藍妝來的 它有幾個顏色 但是不同的Pattern 好像有個紫色、綠色 有個粉紅色 腰果花 但是那些我試了上身 都不是那麼漂亮 看到這一件都真的最漂亮 對了 這個很好襯衣服 而且很漂亮 這個Pattern 一看到就是非常秋天的感覺 但是呢 它的孔子是這樣的 有點毛 我怕多穿幾次 會很容易起毛粒 不知道 但是 還沒有機會穿它 等我遲些冬天穿下去 好漂亮 這件真的 這個我忘記了多少錢 它好像沒有價錢牌 我想回港幣 只是千多元 或者二千元 但是香港好像在賣二千多元 所以 臨走那天的孔子不夠 我都肯買了 因為我真的 覺得這個Pattern很漂亮 然後 這裡也有堆衣服 這兩件 我在日本已經穿了 就是Jumper 這件是Mihara買的 第一件就是灰色 你看到很大件 因為是藍裝Size 這個是 好像是48號 它的Print是有隻鬼 很有趣 它有幾個顏色 好像有黑色和不知道什麼 黑色 就變成綠色 其實我覺得黑色也漂亮 但是我又喜歡灰色和紫色 所以就買了這個 在日本已經穿了 很開心 超漂亮 超喜歡 價錢真的沒有了 被我們拆了 這個牌子就是這裡 另外這件是52號Size 為什麼買到這麼大件 因為這件是重工一點 它的Print 然後就貴一點 然後我就說 不如買再大件 那些燈流生也可以穿 我又可以穿 這樣就可以 好像比較划算 這件很漂亮 它好像洗了水 然後這裡有些爛的洞 後面也是有的 接著這個Print 就是 好像有些Grafitti 加隻老鼠 還有一個嘴 這件很漂亮 但我穿是超大件的 不過我是OK的 因為我是穿開這些超大件的衣服 所以這件是52號 樓衣服適合穿 超大件 超漂亮 超喜歡 下面這裡有個 他們的Tag 跟著頸也有個小Tag 好漂亮 還有這些是我日常會穿的衣服 所以是超開心 然後這個袋裡面都是衣服 這個是一件外套 都是那些feel的外套 這個是我在United Arrow買的 這個牌子叫做Town Craft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應該是日本牌子 它其實就是一件很大件的衣服 有一點超大件的衣服 然後又是很多拼布 拼拼拼拼拼拼拼 不同質感的毛毛 這樣拼在一起 我覺得挺漂亮 所以就買了 我買的時候我問樓先生 這件是漂亮嗎 他說這件我剛才也看了 所以我很開心買了這件 但是真的牙了很多位 它不是超厚的 但是它也有些尺寸的 然後裡面它的尾是 我現在才發現到它裡面的 裡面的圖案是這樣的 真的有些 腰果花還是什麼圖案 我現在才發現 這件應該不會十分超級熱的 因為有些外套實在太熱的 其實香港我真的穿不到 所以我簡直沒有看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小背囊 這個是Baby LOW 其實上次去滑雪 白馬行NOT FACE 我已經想買給它 但是那時候它太小顆了 然後樓先生就說買給它做什麼 它也用不到 現在它應該差不多 大一點就會用到 好可愛 縮到這麼小的一個背囊 其實它出了很多不同的背囊 有些是有個公仔的 但是我不喜歡有公仔 我就喜歡簡單一點 好可愛 後面是這樣的 說到NOT FACE 其實我還有買了些衣服給它 但是好像拿了出去 我現在拿進來 Baby LOW的衣服 就是在這裡 原來我沒有買短袖T給它 我以為我有買T給它 NOT FACE的BB妝 其實是很可愛 不過香港沒有得賣 所以去到日本就可以買了 這一件就是那些背心仔 它平時有時候不想穿 大件外套 阻礙它跑來跑去 這些背心是非常好 這個是雙面的 它裡面就是這樣 它有幾個顏色 但是我選了這個顏色 不知道為什麼今次買了很多藍色的東西 以前我覺得這些背心很壓縮 但是現在我覺得如果配得漂亮 都可以很好看 另外這一件就是FLEASE的衣服 這個非常NOT FACE的NOT FACE 這一件就這樣一個SIP UP 薄薄的 這個只有一層 挺適合香港穿 有時候我覺得羽絨那些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會穿到 所以我就沒有買那些很重型的衣服 都是買這些外套給它 然後就有對Nike download 我買了這個 超開心的 第一件在日本買的就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它那個 類似黑色的這裡是七皮 而且它好像有些DUO Chrome 會反一些青色光 很有趣 我覺得它這裡的扣就不是Nike 就變成這樣 有點字 然後後面它的Nike 是倒轉了 跟平時那些是不同的 我不知道這雙香港是否可以買 但劉先生說香港好像是沒有的 應該是日本的exclusive 所以很開心買了 另外它是有白色 我有朋友說它買了白色 但我覺得白色 跟普通一雙白色的鞋 好像差不多 所以我就完全沒有看 一進去就被這雙鞋吸引了 另外有雙紫紫紫色的download 我也想買的 但是呢 手很重 但是那雙好像香港也有可能有 而且我的行李箱實在 不是太多位 我怕買太多 太衝動 第一天 所以就沒有買 買了一雙 而且我沒有保留到鞋 因為沒有位置放 Anyway 我穿過了 所以現在要拿回外面 之後就有兩隻公仔 首先這隻我發了去IG 這個是出賣年齡系列 應該 這個小魔怪是劉先生買的 平時的小魔怪應該是啡色的 但這個變成粉紫色 是很可愛 很漂亮 而且它是很軟 然後它的腳是有一個深深的 超漂亮 這個好像是中尺 它有一個再小一點 還有一隻再大一點 還有一隻很大隻的 這個劉先生買了 然後我就不執書 我都買了一隻公仔 就是這個 Kuromi 我沒有想過買Kuromi公仔 之前在香港去的Kuromi 我都沒有買 但我看到這個 它穿了Lolita 我真的受不了 要買了它 因為很可愛 然後它後面是有 一隻翼 而且它的耳朵 是倒下來的 非常可愛 日本真的很多Kuromi 買很開心 香港可能 它未算是最流行的公仔 所以你去SEREO 可能很少它的產品 還有很多都是變成粉紫色的Kuromi 那我就覺得 很好通通 日本就不同 它會有很多這些 暗黑系 Lolita 那些 我就覺得 好可愛 我又拿這個袋出來 我要找給你們看 我買了Kuromi的什麼 首先 就是這個 Kuromi 粉絲 一定要買的頭褲 很漂亮 這個 你們去SEREO的店 就會找到它 其實我有一個Kuromi 頭褲 但那個不是 這個很漂亮 這個真的很漂亮 還有這個是 橡膊膊的蝴蝶 還有 骷髏骨 超可愛 這個是多少錢 它有沒有寫 1800日圓 另外我夾了Kuromi公仔 超難夾的 這個是 不知道Melody還是Kuromi 它是粉紅色 Kuromi和Melody 有少少 倒轉了身分 另外這隻 為什麼會夾呢 因為它有很多表情 這個 就是在哭口 另外一個 就是在哭口 有兩盒眼淚 所以我才想夾 因為這個很有趣 但我夾不到它 哭的樣子 我只夾到這個 不過日本的夾公仔機 其實真的難夾了很多 還有 他們雖然是有SEREO的貼紙 但樣子也是有少少山寨 不知為何忽然很高 這個還好的 因為它可能有別的表情 看來沒有那麼怪 但其實他們是正版的 因為他們是有SEREO貼紙的 繼續都是有少少Kuromi的產品 這個是SEREO購買的鎖匙扣 它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這個扣是一個紫粉紅色的心心 超漂亮 很精緻 你看看樣子是不同的 你拍完去看 這個是SEREO購買出來 這個就是夾公仔機 這個樣子是精緻一點的 除了這些之外 我還有買了一隻公仔 這個就是 超可愛 看不出來是甚麼 首先它變了灰色 已經很有趣了 其次它是一個Kuromi的BB 超低能 這個真的要拍攝給你們看 它變了灰色 然後它是一個Kuromi的BB 在吃奶嘴 坐在一個高桌上 很可愛 這張椅子還要是心形 超可愛的 這個 神經病 它有其他公仔 有HELLO KITTY MELODY 布丁狗 CINNAMON ROLL 我是想買HELLO KITTY給我朋友 但我猜是賣了 我完全找不到HELLO KITTY 只有其他公仔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Kuromi 但這個Kuromi真的好可愛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喜歡Kuromi 也不要緊 因為它其實是有其他公仔 大家可以去SANRIO SHOP看看 然後還有一個鎖匙扣 這個很無聊 其實它是可以放一張照片在裡面 我覺得挺有趣 就隨便買了 然後呢 有一把Kuromi的剪刀 其實這個在香港POP UP 我有看到的 但我回頭看的時候 它沒有了 第一天實在太多人 我不想排隊給錢 就沒有買到 然後這次很開心 在日本買得回 另外其實我在香港買了一個 Kuromi的剪刀 它們可以成為一套 很漂亮 然後SANRIO買東西 買滿了不知多少錢 它就有些分可以換 那我就換了一個 這些這樣的盒 它有點像一個 FILO質地的膠盒 我想可能可以用來 裝一些文件 或者相片 信 這個公仔就是不同SANRIO的 character 這個也是公仔來的 很無聊的公仔 之前Babylou 很多海鮮公仔 最初去BB的時候 就知道很多人送海鮮公仔給它 那我今次去日本 看到一個牌子 這個是Jelly Cat的牌子 它出了壽司 超可愛的 壽司公仔 它還有一個是 不知是加州卷的 但是那個 我就覺得跟它們兩個 不太配 那我就沒有買 只買了這兩個 這個是三文魚子 一個是蝦的壽司 好可愛 但其實我不知道有什麼用 或者放在這裡 或者Babylou是會玩的 所以都OK的 然後有抽Brabbit 那些盲盒Brabbit 100% 劉先生抽到這個最行 最容易抽到的 然後我就抽到這個 最難抽到的公仔 我不知道這隻是什麼 這隻在盒上寫 是最難抽到的 但我其實不太喜歡 因為她的樣子很呆滯 但劉先生說OK 除此之外 我還買了Potter 這個是在新宿站下面 Lumine外面的Potter Stand 在新宿站上買的 劉先生聲稱Potter Stand 和Potter Shop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看到這個 這麼小 已經馬上覺得很可愛 它是一個 鑰匙包 其實我有一個鑰匙包 但那個已經霉到不堪 我一直都想換 但一直都未看得對 那剛好看到這個 就馬上買了 這個是多少錢 我忘了 反正都不是到處買到 而就算買到 日本的價錢 也一定比香港便宜 所以就買了 好可愛 這個 很適合我的袋子 我現在拍完這條影片 就可以拿出來 換了這個很霉的鑰匙包 這裡還有一堆 不是美妝的產品 Pokémon Store買的 其實劉先生本身很想去Pokémon Cafe 但完全預約不到 所以就沒得去 我們也沒有特意走Pokémon的東西 但在機場一定會衝進去看看 首先我買了一個Pikachu的筆 這個也買了給姐姐 和她兩個兒子 好可愛 然後我買了兩個 這些精靈球的盲盒 裡面有不同的公仔 它有四個不同款 我買了兩個款 因為裡面的公仔 是我比較 覺得漂亮 和會喜歡的盲盒 然後買了這些 比卡超蜜 這個是給寶寶 因為這個是比較小的 然後有三對 有一個Pikachu 有一個衣貝 還有一個怪獸的蜜 打算是送給人做手信 但還沒想到送給誰 好可愛 還有這個毛毛蜜 我自己為什麼不買一對 或者我拿了一對來穿 因為現在天氣開始冷 我的腳板底 不知道為什麼很冷 我在家裡現在 其實也是穿著蜜 沒有了 Pokémon Store就是這麼多了 我買了一些Pokémon怪獸的毛巾 給我姐姐的兒子 完全不知道菲律賓的小朋友 我還不喜歡Pokémon 但好像香港很多小朋友 這些五至八歲的年紀 都是在玩Pokémon 還有那些卡 所以我就照買了 最後一件在Scrumble Square 買的 這個不關化妝品事的 就是兩條繩 其實它是袋子的繩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袋子 很喜歡用 但它的繩子又爛了 然後我就一直都找不到替代品 但那個袋子又忘了 我沒有被劉先生丟了 但我都照買了兩條繩子 一條就是粉紅色的這樣一條繩子 另一條就是白色的一條繩子 其實我覺得可以 看看可不可以用到我的Mini Evelyn 但又好像不太夾 Anyway我會試一下 如果不行 就可能放到別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覺得挺漂亮 所以就買了 還有一對耳環 這對耳環 是我在元宿的Lavoretto買的 價錢是4180日圓 它是有粉紅色和黑色 其實很普通的 可能淘寶都會找到 但大家找到 不要告訴我 就是黑色的一個深深 裡面有鑽石 總之我路過 不知為何覺得很漂亮 然後就想買了 其實是這樣 本來我是看中了粉紅色的 但是兩種顏色拼上去之後 就好像是黑色 然後我問過店員 店員 都是說黑色好像漂亮一點 那我就最後買了黑色 就是這樣 是比較浮誇的款式 但我好像沒有這些 有趣的耳環 所以我就買了 還有Kulomi還有一個鎖匙扣 這個也是亂買的 這個鎖匙扣下面還可以扣多一點東西 大家可能可以扣多一點 或者洗手液等等都可以 所以是很可愛 看看 這裡除了還沒妝的產品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說 先說 沒有了 這裡應該就剩下 全部都是藥妝的產品 好了 那我要開始 說這個藥妝的馬拉蟲